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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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V的Q0769NATLBT IMG HTTP GTIMG.COM NEWS APP RS 050374319916404800 李克士兵的显天赋 登贝来在红智升球 巴萨未来天王菲塔莫属 时长约5分8秒 腾讯体育特约记者西班牙买卡保麦克维 登贝来下半时的一个进球 满救了巴萨被弱与巴拉多利得逼平的窘境 巴拉多利得糟糕的草皮 让巴萨球员� 巴萨的相当窝火 法国人的进球 虽然让巴萨全取三分 但是整场比赛他的表现 还是没有让主帅巴尔维德满意 后者在最后时刻宁愿用马尔科姆 最让巴尔维德担心登贝来的一点是他在比赛中持续的钻石球 巴萨主帅意识到 登贝来需要空间去表演 他能让人炫目的足球技术 但是他不认为他总是成为球队失球的原点 巴尔维德认为登贝来是一个不属之时的球员 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他的比赛就会失很多球 登贝来每三分钟丢一次球 目前先赛季打了两场比赛 登贝来虽然每次都是首发出场 却 无法达慢90分钟 尽管如此 他在上场的153分钟总共有50次失误 这也意味着 他比赛三分钟多一点 就要11次球 控住皮球也是上赛季以来 巴尔维德一直向球员们强调了一点 上个赛季登贝来 就被树立成反面典型 登贝来在上赛季结束前在接受法国杂志 Onsmandu 专访时也承认 一些失球是很愚蠢的 我随时希望能够改正这一点 这以前就是我的毛病 而我现在在巴萨这样的志乐部 失球是不被原谅的 因此 尽管登贝来攻入了制胜球 但是巴尔维德还是不打算放过他 因此比赛结束后 巴萨主帅专门找登贝来谈了一次 告诉他打好一场比赛比打进一个进球更重要 你的确进了球 但是你失了150个球 所以 这个进球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他不能补偿我 所以 巴尔维德对下半场最后时刻上场 不到十分钟的巴西人马尔科姆还更满意一些 事实上 巴尔维德和巴萨第一助理教练 与巴尔维德共选了15年之久的埃萨皮亚组 都才成了一致的意见 马尔科姆所展现出来的要比登贝来更好 他展现出的态度和素质 是符合我们之前提的要求的 技术组也认为 虽然马尔科姆现在还不成熟 但是相比登贝来 他在训练的态度和适应球队的能力来说 都要好一些 马尔科姆交顶替登贝来 我们接下来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吧 登贝来是否会改正他自己的缺点呢 因此巴尔维德的态度很明显 所以登贝来如果不改善的话 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失去首发位置 虽然登贝来在西班牙超级杯和与巴拉多利德的比赛中都为球对取的关键剑球 但是巴尔维德不会允许登贝来 始终因为他的失误让球队一次的失球 虽然对阵巴拉多利德这样的球队可能失几次球不算什么 但是今后遇上更强大的对手时 失球可能就会非常的致命 在几个月前 接受法国杂志《奥斯曼迪》采访时 登贝来曾如此谈到巴萨 当你失球时 他们不会原谅你 的确 当一个球员每三分钟就是一次球时 巴尔维德肯定不会原谅他 无论他如何用进球补偿